民進黨正副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 蕭美琴 今天正式合體亮相 蕭美琴當副手出燈板 坦言曾陷入天人交戰 但面臨中共片面改變台海局勢 深知自己沒有迴避的空間 決定與賴清德搭檔 辭去駐美代表全心投入選戰 蕭美琴更強調 為了國家 他會撩落體 我是蕭美琴 我回來了 為了我們的國家 我會撩落 蕭美琴一回到台灣 馬上就選舉站的位置 做賴清德的副手合體亮相 服裝同樣的顏色搭配 別有巧思 深告賴消沛正式成軍 賴清德口中優先之上的人選 肯定蕭美琴謙虛 不為厲害全力以赴 就是因為有這三大特質 讓賴甫三骨茅座 去宏都拉斯的時候 我曾經跟美琴請教 是不是可以邀請美琴來擔任我的副手 我一直沒有覺得他在當真 所以我也沒有很認真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也必須很誠實告訴大家 我覺得在美國最大的好處是 不用陷入台灣政治的漩渦當中 坦言曾陷入天人交戰 但賴清德多次勸勁 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終於判來蕭美琴點頭 他要求公佈的時間要在他完成APAC 那恐怕是所有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組當中 我們會是最後的一組了 結果沒想到我們還是第一名 蕭美琴的團隊也準備完畢 其日幕僚歸隊 前國會辦公室主任徐家華 就陪同蕭美琴出席記者會 剛剛也跟賴副總統說 這裡為什麼都是狗沒有貓 外交就如同貓的步伐 食而輕柔但也堅定 蕭美琴在外交領域的長才 渴望為賴清德加分 賴校配互補分進合集 全力打贏總統選戰 敬禮是夏日生台報道 再來看到柯文哲19號宣示 將繼續以民眾黨總統候選人身份 拼佔到底 結果就被執集夜奔郭台銘家 不到24小時 今天中午柯文哲再赴郭家密會 也被解讀藍白河是不是可能會破局 侯友宜今天回到老家家一拜廟 強調自己會堅定該走的路 而柯文哲下午到開南大學演講 則說自己和郭董前一天聊天時 被郭董嘲笑 沒看遊戲規則 中午去找郭台銘 郭董要談不分 你有確定推計席嗎 今天沒有節奏法 奇怪 再赴郭台銘家會面 柯文哲沒答敏感議題 但19號深夜才被募集 疑似進入郭家惡捕統計學 而10號中午柯P再找郭台銘 短短24小時內兩度會面 開南大學演講幾乎成了另類造勢上 開南老師更現場表態力挺柯文哲選總統 我們大聲鼓勵讓柯文哲選他總統 其實統計互差你知道嗎 本來就有科學技術了 那條其實沒錯 那個漸漸不討論政治了 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畢竟前一天柯文哲造勢大會上 這一句似乎抵定 以總統候選人身份選到底決心 但遇到學生提問九二共識 如何和中國對話 柯文哲反過來挑戰年輕人 你有讀過九二共識的定義嗎 你不要給我講三十年 講這幾年 沒有 那所有人在討論 那你的定義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 不是啦 一定要中不知道 最後呢 結果怎麼樣 讓我們都尊重 被團結在一起 堅定自己該走的路 侯友宜表態 走自己的路 民眾黨二十一號 將召開臨時選決會 與中央委員會議 除了部分區立委外 是否同時處理柯文哲 副手問題 也將為藍白整合亂局 做最後定調 這次我們講的李明洪 台北桃園 正好報導 金馬獎走過一甲子時光 國發會最近公布了幾張 珍貴的老照片 像是第一屆金馬獎 這家女主角 游泯獲獎時的身影 還有第二屆最佳影片得獎作品 梁山伯與助英台 當年是演男主角的林波 來台的盛況 而林波也曾上台式節目 聊到當時的情況 來看我們的獨家畫面 黑白老照片曝光 這張可是金馬獎的最初起點 是民國五十一年 首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國發會在網路上公布一系列金馬獎照片 回顧當時的風光情景 這位身穿旗袍的女士 就是拿下第一屆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獎的游泯 當年她演出的星星月亮太陽 獲得多項大獎 游泯親自飛來台灣出席頒獎 並獲頒證書 另外這張在車上揮手的女士林波 當年所到之處都造成轟動 電影梁山博與祝英台 當年飾演男主角的林波 因為女扮男裝 最後貨班最佳演員特別獎 本片風靡全亞洲 橫掃第二屆金馬獎多項獎項 林波抵達台灣時 從機場開始就湧現大批人潮 過幾年後 她也曾上台視節目 提及當時盛況 您坐吉普車上 很多人把金戒子金項鍊 手都丟給你了 到現在我還有在保險箱裡 那個什麼珠源義潤 金牌金鍊金桌子 什麼都有的呢 另外還有金馬獎座也曝光 第一屆和第二屆大不同 第二屆由知名藝術家 楊英峰先生重新設計 馬匹向前奔月的樣子 象征金馬獎引領華語電影奔騰不息 這送我到 有民眾日前 把破了洞的羽絨衣 拿給阿嬤級的設計師縫布 結果衣服的破洞 從原本兩公分變成了十公分 越補越大洞引發網友熱議 對此其他衣服修改店的業者點出 從照片上來看是直接用車縫 不但讓針線範圍擴大 也破壞了衣服原本的樣貌 而一般修補羽絨衣比較適合用手工繡補 但如果洞口太大的話 則會剪下裝羽絨衣的袋子布料再縫上去 天氣變冷民眾穿上羽絨外套 但要是發現衣服上破了個洞 該怎麼補呢 有民眾將一件破了小洞的羽絨衣 送去給阿嬤級的設計師縫補 不過她直呼這成果阿嬤非常滿意 但自己非常傻眼 因為原本破的洞不到兩公分 但縫補後拿回來卻變成十公分大 氣得她說這樣怎麼敢穿出門了 阿嬤你也幫幫忙 不正常啊 你把補的皮原來還糟糕 不要太好看啊 一直造出來了 這樣好像壞掉了 她直接車縫 但是這樣的話 她已經破壞到她的那個原來的樣貌 而且她把她車死了 因為她的洞不大嘛 但是你要車你一定要從旁邊一起把它車 就等於是說範圍要擴大 天文一出引發熱烈討論 有網友看了笑稱 以為秀出一隻麒麟 直言這設計太前衛了 還有人調侃阿嬤級手工就是能用就行 還有人很酸 我以為是被火燒到 但也有內行網友強調 羽絨衣本來就不能用針線縫補 絕對越補越大洞 借一可買燙貼雙面膠 運斗燙一下就解決了 還有人說這種要送繡補 我都是用手挑的去把它縫補 就有點像繡補 如果它的洞太大的話 我沒有辦法用手工的時候 裝那個羽絨衣的袋子 可以剪它的布 把它縫上去 衣服修改店業者表示 要是羽絨衣破的洞超過一寸半 則不建議再去修補 否則羽絨很容易掉出來 畢竟一件羽絨衣要價不斐 要是因為技術不到位弄巧成拙 恐怕得整件報銷 這台北綜合報導 這台北綜合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